迅捷 双火炮狗熊 人造万用瞄准镜 本以为整个活就完了 你别说 还挺强 对面三星叠加 咱依旧给它借借网野 这套阵容我其实一直想尝试尝试 但一直没有机会 这套阵容难就难在这个装备上 我昨晚赔了给装备的一碗 所以你们要知道 这四把春云弓来之不易啊 开局抢一把弓 前三部野怪又给爆了一把弓 这第一个火炮就有了 所以说成功总是伴随着 努力和命运的眷顾 但失败总是贯穿人生始终 所以 哎 不对啊 这功也是我赔出了 开局第一个符文 蓝白三选一 拿个白宝袋给了一个鸟盾 还不错 前期用来打连胜应该没啥问题 把装备直接给上打工 装备碾压之势 三连胜来到大选 排名第一捡捡垃圾 回来再合上另一个前期神器 这件装备有人称它为日盐 但也有人叫它红脸斗篷 神经病啊 现在云顶的前期阵容 这是乱七八糟的 玩啥都有 我的评价是你不如赌魔种 没烦了吧 一路五连胜来到野怪 施加冲只给了一个斗篷 还得为剩下的工努力啊 来到第二个符文 我们这局的关键道具来了 迅捷射手转 拿下转职 回来石头人二星了 一贼二星了 老鼠二星了 狗熊也来了 这波质量提升 我只能说一句 干得漂亮 把迅捷转给狗熊 再上个二神龙三迅捷 在拉面熊的领导下 九连胜来到野怪前 连胜经济好 没有对手 对面是一家幻境叠加 我根本不用碰他的叠加 凭着这一手拉面 就给他拉走了 十连胜来到野怪 狼哥给了一把弓 那最后一把穿云弓 就要看密宝龙了 先给上一个火炮 这样狗熊就可以蹲低脚了 哥哥的弹 满血拿下哥哥的弹 也太幸福了吧 回来拉到八人口 狗熊上二了 侠也来了 换上五迅捷 我要把质量拉到最高 我一定要把哥哥的弹开开 好 很有精神 十二连上来到四杠三 换上四神龙五迅捷 现在的狗熊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 都打到了巅峰 四杠四拿下最后一把弓 回来给他双火炮 双火炮迅捷狗熊 已经就位 满血十五连上来到密宝楼 随便拿吧 然后河沙再重铸一下 啊 这装备 侠 你是不是脱关系了呀 他不敢胡说 五杠二 哥哥的弹开了 看看哥哥都会给我什么好东西呢 三个兵甲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他不敢胡说 兵甲给了几个挂剑 你们被加强了 快去送 五杠六 拉到九人口 外加哥哥的人口 换上了五迅捷六神龙尊者 我以为这区吃鸡稳了 但剩一家三星叠加 我没想放弃我没有投降 我真的赢了一次三星叠加 然后他又三星奶妈 我真的想努力一下 但 耶